如果剛剛的這個我們用了總共有五個函數 那假如說我今天改成VBA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那我們來看一下VBA大概改完就長成這樣這樣 按一下按鈕人事分欄OK那就完成 把那個資料給做分割啦 不過這個地方要怎麼做比較簡單 首先的話當然我們也許也是一樣可以分成幾個階段來完成 比如說這個地方可以先輸出像 像剛剛一樣的第一個階段 然後再把資料做取得然後丟到這邊來 那在VBA裡面做資料取得的話其實它有個特性 就是說如果你用Sales的話 那它一定是先列第幾列然後第幾藍 那你會發現藍的部分是固定的 都一定是B藍 所以來源的部分 然後234一直到33 所以這個數字的話如果固定的話我們是不是可以 從哪個地方取得 取得的話把那個儲存格的資料放後面 然後前面的部分的話 放前面 所以 我們可以這樣寫 所以我們寫法可以寫成這樣子 清楚也許 另外 先寫一個人式分欄好了 OK 然後呢我們可以 先告訴他說我要放哪裡的範圍 那範圍部分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跟他講說這個範圍是先列 這個範圍 FORI 等於第幾列呢 第二列 到 第幾列呢第九列 2到9 OK 這個 這個 列的部分呢是2到9 Next 然後呢藍的話是第幾藍呢 FORTRAE 我習慣用藍來 用TRAE來代替藍 等於第幾藍呢 那當然你不能用那個D 到多少 D到G 你必須要把他轉換成數字 所以第四藍 到 第七藍 Enter兩下 Diagonist 那這個意思是說 我要放資料 的位置 所以呢如果放資料位置請你把它寫在前面 Sales 刮虎 哪個出生格呢 第I列 逗點 第追欄 那以後如果你寫成這樣的話 那意思就是說 他要把後面的東西 call到這裡來 誒 那問題是 我的資料在這裡嘛 所以後面的這個後面當然你也有幾種協會 你可以用Range 也可以用Sales 那我們用Sales 第幾列呢 他這個列會跟著變動 所以第一次是2 所以你不能寫這樣2啦 2.b 1 如果你寫這樣的話他變成 直行他會 把每個都變成這個 那如果我希望呢 你放了一個之後 那換下一個 所以喔這邊有加1的概念 加1 加1 所以這個概念跟前面好像我們曾經用過那個K很像 所以你可以 這邊變一個 變數叫K 他的初始值等於2 然後這邊把他加個K好了 那他第一次是2 那每 把一個資料複製過來之後 他就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的話那就是K等於K加1 這樣就OK了 如果這樣寫的話呢 我們來試試看喔 理論上這樣 就可以把後面的資料呢 摳到前面去 所以特別注意喔以後同學 如果要知道說呢 資料如何 做複製的話 其實就這樣了 把後面的儲存格資料 複製到另外一個儲存格 中間加等號就可以了 這個意思是說把後面的資料複製到另外一個儲存格 OK 所以其實就這樣寫了 因為之前有蠻多同學常問說 老師那個 儲存格怎麼複製 當然你可以這樣寫 OK 我們基本上是先把這個範圍 先框起來 然後呢 這個是我們要的那個 就是寫到哪裡 所以寫到哪裡 放在前面 然後從哪邊寫 從這邊寫 那這個的話呢 就分析它的範圍 從第2列 到第33列 B欄 OK 那因為這個會變動 所以我們又增加一個變數 叫K 然後初始值 就2嘛 然後一直讓它一直往下加1 那寫完之後我們來試試看 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喔 它全部都幫我丟過來 而且好像就是剛好 前面在用index做完的結果 一模一樣 OK 那可是還沒完啊 那我要怎麼樣去做切割呢 切割的話 其實 那個MID的函數 如果在VBA 跟在Excel是幾乎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要MID 錢瓜虎 然後呢 這邊逗點 第二個問題是 它要 從哪個字開始啊 那從哪個字開始喔 其實可以根據什麼 它上面這個的儲存格 所以喔 而且最好是每 它會變動 也就是以這個啦 DE 那這個DE要怎麼去敘述 那我們一樣 LEN啦 其實LEN VBA跟Excel一樣 所以LEN 那跟它講說這個儲存格啦 這個儲存格怎麼敘述 而且 下一個要跟著變動的話 那我們這個地方 可以用什麼 如果它下一個會變動 那你可以用J來代替 因為J的話 剛好是 4567嘛 OK 那 列假如固定是第一列的話 那你就打一個Sales 這個是Sales 它固定一定在第一列 所以就輸入1 一定不會變 第一列 逗點 那後面那個LEN會跟著什麼變呢 跟J 會跟著J變 所以你就輸入J就可以了 那這樣子它就知道說 我第一次就抓這個 入職時間的長度 OK 然後呢 它就得到4 然後後面記得一樣 加上2啦 因為冒號的後面這個字 所以加兩個字 然後再逗點 那剛剛我們用99 這裡能不能99 一樣可以 然後刮鬍 那基本上 我們這個地方的程式 就寫完了 OK 那一樣 MID 把那個資料 就是這個資料 切割然後用LEN 比較可能會出問題在這裡 就是說我怎麼知道 它這個儲存格 的位置 基本上 因為我剛剛講過 如果固定都第一列 那你音就寫1啦 有點像是 加個錢的符號一樣道理 那追的話會變嘛 所以追它一定是從 4 5 6 7 所以這個 就放個追就可以 因為它會跟著這個追的值變動 然後就再加2 0.99 好那我們完成之後的話 來試試看好了 就把這個地方執行 OK那你會發現喔 得到的結果 就會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看起來喔 似乎呢 用 這個VBA來寫 其實當然 相較之下 也 以這一題來看 相較之下 並沒有比較複雜 OK 所以這個地方 只是說你要熟悉什麼 熟悉 4回圈 先把那個要輸出的範圍框起來 然後面的話 配合K就可以了 所以請各位 試試看 那最後清除的話 一樣啦 我們當然也可以用 For i 等於2到 9 然後 For j等於4到7 然後把這個地方後面加個空字串 不過 顯然 速度會比較慢 所以我們用清除 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用Range 那跟他講說 D2到G9 等於空的 這樣一下就輸 就把它清掉了 請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 剛剛的 那個公式 就是用VBA寫寫看 不過後來發現 其實用VBA寫 有時候反而 我是覺得寫習慣之後 第一個 比較相對比較 不那麼複雜 就是反而變簡單 尤其是處理複雜的事情 反而相對簡單一些些 請各位試試看 把畫面在 停止共用一下 OK